请收看维新世界天下一家亲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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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师兄师姐大家好 欢迎收看天下一家亲 老祖师尊开世 每个人都有累世的因缘 为知恩 感恩 报恩 席缘 序缘 系未来缘之共同本愿 投胎转世来到世间 世隆工商各行各业 各尽本分其职 共创美好前程 以慈悲心包容万生万物 使大家能心安 达到修生其家 治国平天下 天下一家亲 今天接受访问的就是九宝庄负责人 永丰社区发展协会总干事 刘金虎 圆虎讲师 圆虎讲师你好 你好 全神各地的观众朋友 师兄师姐大家好 阿弥陀佛 圆虎讲师也很不简单 虽然说现在跟随我们的师父混缘禅师 来学修《易经风水庙法》 来帮助很多人 但是你还是我们永丰社区 发展协会的总干事 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 请你谈一下讲师入我们中门的 这些因缘的简单跟我们介绍好不好 我是在民国85年 接触到我们的中门 当时之前是在做不动产仲介的工作 那在一个误然的机会之下 就帮一个客户卖他的土地 然后这个土地也在通宵乌美那个地方 很偏僻的地方 结果那个业主跟我讲说 这块地在某一年的某页能够卖出去 那刚好也很巧就在他讲的那个时间卖出去 怎么那么准 对那他跟我讲说 这个是获里一个三宝寺 那个住址言松禅师跟他讲说 这块地那个时候可以卖出去 对所以当初我就很好奇说 什么有这么厉害的人 讲什么时间就可以把它卖出去 那我就在一个果然机会之下 就到我们获里三宝寺 那刚好师父那天有来上课 那就一位师兄就叫我说你可以留下来 听师父来讲看看到底疫经是怎么一回事 是 结果当晚留下来听师父讲这个课 我就发觉哇 这个是原来是 劣生劣势 我要的东西就是这个东西 是 就一头就摘入到我们疫经的这个境界里面 就到现在还在学这样 是 所以跟师父接远到现在 今年即将迈入到第20年 快递20年不简单 对对是 不过我们知道就是说 其实圆湖讲师你有开班授课 而且这个地点还是从你家里的地方贡献出来的 是 那你开课授课的这个心愿 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当初有一个家里面算一个灾厄 就是我的儿子他骑机车去受伤 是 那个命差点没有 我当下我有发愿 就是说请我们老祖师尊诸佛菩萨来帮忙 让这个孩子能够救起来 是 能够再续父子的言分 是 那我当下我有发两个愿 第一个愿就是说 我愿意把我所写的《易经》这个庙法要广传 第二个愿就是说为社区来服务 是 所以很幸运这个孩子有救起来 那我现在就在要烦这个愿 第一个就是在我家酒庄后面 我成立一个《易经》教室 每个礼拜三在那个地方 开一个外埔初级 先修班四班 在那边讲《易经》 是 到今年8月份也即将结业 是 然后未来大概明年延月份 会再开这个外埔地区第五班的那个先修班 然后继续传这个庙法 另外外埔这边教室也成立一个固定教室 然后在今年9月份 我们就22届也可以在外埔教室这边来上课 正习班 对 正习班 也不用跑那么远 以前都要到方言或是台中来 如果说我们就去服务我们外埔地区 大甲地区 或者像霍里地区 月美这边 像这个桌边的这些地区的同修 可以就去外埔这边来就读 比较方便这样 是 另外一个愿意是说 为社区服务嘛 所以现在就是成为我们外埔社区发展协会总干事 就是帮忙张老社区里面的一些事物的发展 是 让社区更进步这样 是 所以现在是两个愿在并行 要繁这个愿这样 非常好 非常好 事物常常开始我们说愿大力大 不过既然我们提到的就是台中市外埔区呢 我来这里就做个介绍 我们台中市外埔区呢 永丰社区呢 大概有1400多 有1400的人口 那主要的族群呢 大概就是有闽南人跟客家人各参办啦 当然就是说社区的发展重点呢 就是产业的发展 还有环境的景观 环保的生态 还有其他综合类的其他 所以今天我们的总干事呢 也是来到了这里啦 那云回讲师我想请问一下 就是说小时候你家里应该也是务农嘛 你可不可以把当初的那个 我们外埔区这些务农 或者是你家里的务农情况 跟大家来分享 我们外埔地区算是一个 很典型的一个农村 它因为它有一个双重限制 一个山坡地保育区的农牧用地 另外一个是水质水云保育区 所以因为这样它限制了 那个工厂的发展 这个地方不能盖工厂 所以它因为这样 它保存那个农村的颜貌 所以你来这个地方 可以看到最自然的一个 典型的那个农村的形态 那我们早期像我家 在民国六十四年之前 我家是种水稻 种那个发生 然后种那个寒吉 柑橘这样 在以前阿公的时代 如果说你有水稻 种水稻 你大概一甲多的水稻 你就可以很轻易来养活一家人 甚至说你可以靠种水稻 可以买土地 可以让这家再更兴旺 然后在八八的时代来讲 就水稻的价值就越来越没落 所以那时候就改种像羊菇 羊菇 种羊菇汹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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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 然后在民国六十四年以后 我们政府在推动那个酿酒事业 就是那时候有公麦菊 他来收购这个酿酒葡萄 我们就有一个契约作物 就跟公麦菊来做契作 那我们就负责生产这个酿酒葡萄 我们把葡萄固好 然后交给公麦菊 这样就可以养活一家人这样 那是一个过程 在民国六十四年到八十四年当中 几乎你到外埔永恶社区 如果说像每年的七月份来讲 你到这个社区 你闻到的都是那个葡萄的香味 我有感觉 都是那个香气这样 是 那每一家都在采葡萄 是 所以那时候就是一个葡萄酒的故乡 在这个地方你就觉得说 农人可以在这个地方安身立命 然后很认真把你的农作物顾好 你就可以养家活口 这一个过程这样 是 可是你刚刚提到就是说 外埔区这个地方全部都是种葡萄吗 在民国八十四年 这个契作结束 就是公麦菊 它跟我们民间的契作 契业作物结束以后 外埔地区就变成 就是多元的发展 是 原来种葡萄的它砍掉 它把葡萄树砍掉 就改种冯龙果 是 种百祥果 是 有些种羊菇 是 有些是做细木叶 它是养牛 是 然后像当地的像 拔辣啦 还有桃子啦 礼制啦 这些就变成一个很多样化的那些发展出来这样 所以现在来看来到外埔 你可以看到很多的东西 各式各样都有 对对对都有这样 所以可以说外埔这个地方呢 虽然人口不是很多 但是呢 但是呢它种植的这些农作物呢 其实是各样都很多啦 所以让我们很多人可以品尝到呢 外埔这地方它所种植出来的这些农作物 不过刚刚我们的圆湖讲师他提到 那我来做特别的介绍就是我们台中市外埔区呢 在我们台湾酿酒的葡萄在种植的时候呢 就是开始于在民国 就是西元1953年 但是从1955年开始呢 就是因为烟酒购卖局呢 它试酿葡萄酒成功 为了要让这些酿酒的原料呢 能够需求 所以与山坡地来开发 这个政策同时在进行 所以特地与外埔区等四大户的这个农家来做签约 也就是说成立了一个示范的葡萄园嘛 所以那个时候可以说被签约到的 或是家家户户都种葡萄 那时候的景观就是刚刚您提到就是说 都可以闻到那种香味 那种香气是不一样的 这个我为什么说我有感觉 就是上一次呢 我们电视台到了我们的外埔教室去做宣导的时候 那云埔 云埔讲师还特别说 时间很早带我们去体验一下 捡葡萄去了解一下 闻到的就是那个香气 觉得好像很舒服的感觉 所以你这样种葡萄一直种到现在这个大概几年的时间呢 我家大概从民国六十四年就开始种葡萄到现在 然后这当中大概一二十年都是靠这个葡萄 来维持一家的生活 然后大概八十四年那个契作结束以后 就又一段时间有改种别的作物 像种玉米 还有种一些像建兰这一类 兰花 对兰花 对这一类 但是后来也觉得说这个行业来讲 对我家来讲不是很适合 然后在民国九十 大概九十年以后就重新再把它种葡萄 是 还是继续做那个酿酒葡萄 是是 来靠这个来维持一家的生活这样 是不是种葡萄的这些土质或者是其他农产品产业农业的这些土质 其实都可以种的吗 有差别 有差别 因为这个地方在公卖籍时代它有找四个地方来试种 一个是新竹地区 是 一个是像通宵地区 是 另外一个是我们外埔跟霍里地区 是 另外一个是二林地区 是 这个地方四个地方来种葡萄 那后来发觉说外埔地区跟霍里地区这边种的葡萄 品质特别的好 特别的好 对因为这个地方它是属于山坡地 它是河街地形 是 它是一坎一坎 它有六个坎 所以这边它是排水方便 它葡萄本身来讲它是比较抗旱性的那个植物 它不需要像水稻要淹水 对 所以它是要排水方便的地方 然后我们那个土质里面有那个沙热岩土质 那个葡萄根它一直往下钻 是 然后这个根系下面有很多的矿物质 所以这个矿物质 那个葡萄根吸上来以后 那个葡萄的品质会特别好 另外我们外埔地区这边来种 大部分种的比较属于梳子 较老长 就是因为这样它种的比较梳子 所以这个地方它另外它是引用那个 大雪山那个留下那个大安西的水盐 它的水质算蛮干净的 这种水盐来灌溉我们这边的葡萄岩 是 另外这个地方旧的地面叫做佛卡城 佛卡城就是这个地方有个卧府那个山形 从这个山是从大雪山那边 那个山脉 从沿着霍里 三宝寺 到叶美到外埔 这条麦一直到我们大甲镇南宫 那个马祖庙一条麦一直下来 它的麦气现在来讲正在走望运这样 对是 所以这条麦卖下来它的种的葡萄 品质就特别好 因为它有那个釜山的凌去 是 对大安西那个水盐加起来 这个地方外埔地区的气候来讲 它是算蛮温和的 是 也不用担心像台风或是说像地震 土石流这一类的 是 所以老天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舞台 所以大家在这个地方算是很努力在工作 是 因为老虎 虎山这个领寂 虎就有那种勇猛精进那种精神 有霸气那种 对大表这边的人很勤奋 很努力 做事很有魄力 是 所以大家就努力把这个葡萄固好 所以以前在椒公卖集那个时代 就能够把最好的葡萄把它呈现出来 以前它有分那个集数 就是甜度越高 它的集数越高 然后它的价钱又就更高这样 是 所以以前在外埔来讲 我们在椒公卖集那个葡萄 平常别的地区如果说过到15度16度的糖度 那个甜度 外埔这边可以过到18度19到20度 是 都有这样 所以它就能够做那个好的那个品质 做好的葡萄 是 像我去年的葡萄像去年因为没有台风 那衣水又少 去年的葡萄的糖度又像冬季 那个金香葡萄它可以固到那个甜度21度 然后像黑荷葡萄它也可以做到 甜度大概19度20度这样 是 所以它可以做一个很顶级的那种葡萄酒 那个颜料这样 所以这是老天给我们得天独厚一个区域 是 一个花卡城 好的一个葡萄一个产地这样 是是 所以还是真的是好山好水 对对 那我们知道就是说在这葡萄里面 葡萄园里面 种植这些葡萄你说还要舒直吗 让它有个距离有个距离 对对对 可是这葡萄本身在照顾上 会不会比较困难一点 对因为 因为我看它在架子上一架一架 对对 那个架子我们是跟台湾跟国外有点区别 台湾因为那个土地广 所以他们是用那个豆梨式 他们就种一颗一颗就种一排 是 他们单位面积的产量会更少 但因为他们土地宽 他们可以用机械采收这样 是 那台湾因为是地下人丑 我们是有点学日本那种方式 就是我们用棚架式 是 棚架式的话 那葡萄长上去以后 它算一个T字型 是 一边一个以骨头 这边一个以骨头 那种伸张的方式这样 一直往外扩展这样 是是是是 这样的话它能够得到那个光合作用 更完全的那个光合作用 这样的话它的单位面积 它的葡萄它的产量 会比像国外那个高一点 然后它因为你这个要设备嘛 设备就是你光合作用充足的话 我们量也会多 然后它的品质也会高 所以甜度什么来讲 我们都可以做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管控 这是靠霍天的管理 是 那因为台湾我们是海岛型气候 海岛型气候有一个好处 我们四面都是海 这个海里面我们那个空气当中有那个 咸粉 鹹粉 对 如果说你的经营应该有一个经营 就是说我们在吃水果 我们沾一些盐巴来吃 会感觉说吃起来特别甜 那台湾就有这个特点说 我们的水果里面我们的树叶 它接触到这个风 都有那个碱性的那个成分 有那个海水那个碱性的成分 然后它我们的粥吸收到 这个碱性的成分里面 那个粥就自然会甜 是 所以台湾是世界王果 水果王果 这个美名它不是平空而来 就是因为我们有这种地理条件 然后在外埔这个地方 它是河街地形这样一坎一坎下来 是 然后它一个盈洪坡 南高北低 它的一个盈洪坡下来 所以这边所造就的这些作物来讲 都是可以做到达到一个品质很高的一个境界 比如说我们在84年 那个工卖集器做结束以后 我们这个地方变成多样化的种植 像外埔地区这边有一部分是改种红龙果 那红龙果一种的话 这个地方就变成全台湾拍卖 拍卖价最高 就是我们外埔永后社稷生产的红龙果是最好的 那为什么它要价格要高 第一个品质你要好嘛 对 你我们比如说我们这一班 我是果树产家班地区班 我们这边有一个班人叫季先生 他的红龙果到南部去参加比赛 他得到田王又是果王 田王又是果王 对 意思说他很大 最大棵又最甜这样 是 那个也是跟我们的环境有关 就是说 他刚好是在我们那个虎山 那个卧虎 那个土气的地方 实际说虎结屑的地方就是他土气的地方 那个地方就是结屑的地理 刚好他的红龙果又在那个地方 结屑的地方 所以他能够栽种 那个又大又漂亮又甜的红龙果王 所以他比赛都拿到田王又果王 那整个地区 这个地方有蛮多种红龙果的 他也成为台湾一个十大产销班 也造就一个像我们那个 一个红龙果达人像幻青青幻班长 他也是神龙奖得主 是 所以好的地理就能够印出好的这个咒物 所以外埔这个地方是得天独负 有这个花卡成这个釜山的灵具 孕育下来这样 那也是其中一分之一是说 老天的帮忙 就在这个地方养生利命 让我不断能够精进就把这个好的葡萄 把它种起来 然后用这个可以酿好的葡萄酒 来服务大众 为大众服务这样 是是 所以有很多葡萄我觉得我个人吃了 包括进口的 那我们国内的很多葡萄 我还是觉得外埔的葡萄就是做那个绿色的 对 做白葡萄酒的那个葡萄 还真的看它不是很大 但是就是非常的甜 对金香葡萄 真的那是很难得的一种葡萄 但是我想请问一下 这葡萄都是每年生的吗 它台湾因为我们亚热代七月后 它一年可以做两季 比如说那个夏季的话 就大概七月份可以采收 就六月二十号到七月底 这时间可以采收 是 然后冬季的话 就每年大概十一月月底到十二月中旬 这个时间可以采收 一年就是有两次 对一年可以两次的采收 因为我们热嘛 热的话你有跟它减脂 这样它在生长 它的葡萄反而会比较健康 是 如果说你冬季不剪的话 因为太热有时候会枯死掉 让它视线去发展 是 台湾就有这个条件 视线发展 然后它的葡萄就能够长得很好 其实你冬季剪了 夏季它的量也不会很少 是 反而它的枝条会更强壮 是 那你要不要就是说 在我们这夏季把它 这葡萄已经剪起来做葡萄酒了 对 那还有一些还没有长得很大的时候 那你那边要不要把它全部剪干净 让这一些的葡萄 它以后再生会更好一点 对还是一样 如果说我们要剪冬季葡萄 原来夏季的葡萄藤 就是要把它一部分 留一小段 然后大部分都剪掉 让它那个尾端再冒出新芽 是 新芽下来 然后叶子都 所有的叶子都要把它拿掉 避免那个病床害产生 是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 顾到冬季 那个更好的那个品质 那个葡萄 所以现在就是慢慢有种做产提调节 有时候夏季不一定要让它 那个长得很多 冬季 台湾的冬季的葡萄 那个品质会更好 它的香气会更香 是 就是因为冬季它移水会比较少 这样然后温差更大 这样来做的葡萄 那个品质会更好 没错 所以陈如我们的原护讲师 他刚刚提到 其实在我们永峰社区 永峰区这个地方 冬油跟这个烟酒公卖局 他们去做釀葡萄有40年的时间 但是让永峰葡萄 能够很稳定度的来成长 可是当这个去做的冬油 可以很好的生活 家家户户那就是以种葡萄 可是在契作结束了以后 他们必须要有个转型 但是我们原护讲师一样 虽然有种过其他的东西 但是又转回来的 还是种植这些葡萄 可是原护讲师 台湾快要来了 要怎么办这些葡萄 有时候还是看天吃饭 那个真的不熟的葡萄 你采下来也是没有用 就是做的品质不好 有时候真的这行真的是蛮看天吃饭 老天给我们天灾人货 这些虫病 这些都扩掉以后 剩下才是真是我们的东西 所以这个东西是要很珍贵的东西 我们是一点一滴这样一串一串 就挑最熟的葡萄 这样一串一串把它剪下来 然后再把它分类 好的葡萄放一桶 比较刺激的我们就再放一桶 可能刺激的可以做蒸馏酒 好的我们做酿造酒 就把它分得很细这样 所以现在是种植不种量 没错 对如果说种量 我们一个小龙来讲 跟国外厂商我们没得拼 那我们就用乙做的比较精致 精致的话就是来期待说量产 所以我们是把它那个品质 就是我自己可以管控 我把它做得最好为原则 这样来跟大众来结缘 没错 至于我们圆湖讲师 当初他是做访墓的仲介业 但是又在什么样 师傅很圆餐师跟他开设了什么 他为什么转型来做一个酒保庄 这个故事真的是很精彩 我们还是请我们的圆湖讲师 下次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 今天谢谢您接受访问 谢谢 感恩 同时我们也感谢收看 天下一家亲祝福大家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